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在觀賞我的影片之前 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喔 大家在眼前看到這一顆是茄子 那當時的話 因為我那個茄子種子太多過期 就想說把它用掉 所以我在不同的花盆都撒了一些些茄子的種子 沒想到經過三四個月的時間 哇!它真的長出茄子來了 太開心了 這批茄子可以說是老天爺在養的 那有時候不在家有點缺水 它是相對耐旱的 它就算有點乾掉 其實澆水後都會再恢復 那既然是老天養的我是放在頂樓 所以是全天日照 所以整體來分享的話就是 我是自然的播種 然後也沒有獄種就是直接直播 然後呢我是全日照的環境 那土乾的受澆水 那偶爾因為不在家有稍微缺水 那整體在經過了幾個月 現在已經秋天了 這樣就開花了 這個就是我茄子開花的樣子 它是這樣像茄苛的花 好像很多都長這個樣子 是淺紫色的花 然後應該是自花授粉吧 因為我沒有做任何的工作 已經看到它長出茄子囉 我們來找找看茄子在哪裡 嘿!啊!在這裡 而且我看到它的形狀 我突然想到最後我的種子 是圓茄圓圓圓的圓圓圓茄子 那你看它整個都是紫色 我想應該可以採收來了 我把它剪下來 哇!好開心喔! 只要是自己種的東西啊 自己採收真的有一種很爽的感覺 對了!茄苛的作物啊 好像比較會遇到的害蟲 是像芥殼蟲啊 那你看我這邊 我想說哇!這是什麼一個蛹 這是應該在羽化中的蛹 難道它是那個芥殼蟲的天敵 然後把芥殼蟲吃完 正在這邊畫蛹嗎 好像是那個瓢蟲喔 到時候等它羽化後 再看看它是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在這個嫩葉的這個白白的點 這就是芥殼蟲 粉芥殼蟲 我們來看看這個圓茄的特寫 長這個樣子 真是很可愛的 然後呢 我要把它拿來煮飯 我要把它跟那個白米放在一起煮 再加上那個咖哩醬 之後就變成茄子咖哩了 那我先把蒂頭拔掉 然後順便剖面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圓茄的長相 大家可能沒看過 來 切開一半給大家看看 啊 它的中心是這樣子的 我家真可愛 好像沼子的感覺 好啊 把蒂頭切掉 切成八等份好了 然後等一下 啊 跟那個飯一起煮 然後再淋上我的咖哩醬 就是一個茄子咖哩飯了 這樣子 好 我們來煮飯吧 我把切好的茄子放進米飯裡面一起煮飯 然後經過半個小時煮熟後 再淋上咖哩醬 哇 茄子咖哩就完成了 茄子加進白飯裡面已經煮好了 我把它盛飯進來 把它放進裡面 茄子跟白飯 然後再放上咖哩醬 咖哩醬可以到外面買 那這樣你看 它就是有部分是現成的 有部分是你自己加工的 像煮飯啊 加茄子 那這是肉醬 喔我感覺很紅喔 這應該是很辣的喔 那如果你要口感更好的話 那這個調理包可以先加熱一下 那口感會更好 就是讓它有加熱後 那我直接用飯 我這飯剛煮熟 就把它放進來了 然後它的這樣溫度也可以喔 那這樣把它拌一拌 感覺這是很辣的 因為我看那個 調理包上有寫 它是 它的辣椒的格數是滿格的 它告訴你這是最辣的咖哩之一 反正茄子咖哩本來就滿辣的 它拌起來 感覺好像茄汁 那個番茄的茄汁 但不是喔 它是咖哩喔 是那個茄子的部分 有沒有茄子在這裡 我來吃吃看 欸很juicy 就是茄子裡面是很多汁的喔 不會硬硬乾乾的喔 然後 我覺得我的圓前一點點苦苦的 一點點 然後這樣子拌一拌 我來吃吃看 整個飯的感覺 喔 喔 大喔 很辣的茄子咖哩飯 哇 好好享受 茄子真的汁很多耶 我以前吃的茄子 不會有那麼多茄子的汁 就覺得軟軟 但是軟軟的又有很多汁 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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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遠一點 融化 對 朋友 不要 想說 他 說 可以 坐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